1934年,迪士尼认为时机成熟了,决定拍摄第一部长篇动画故事片《白雪公主》和《七个小矮人》。 她为《白雪公主》选定了最适当的创作人员,确定了每个形象的性格和寓意。 四年过去了,集中了迪士尼公司最优秀的人才制作的《白雪公主》于1937年12月21日首次正式上映,受到观众和影评界的高度赞赏。 时代把迪士尼的照片刊登在封面上,周围印了七个小矮人,清楚地表明她成为时代风云人物的原因。 1938年,迪士尼因《白雪公主》的成功再获奥斯卡奖。 1954年9月,迪士尼乐园正式破土动工,经过9个月的艰苦努力。 1955年7月,迪士尼乐园终于建成了。 7月17日,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,美国广播公司动用15架电视摄影机,做了前所未有的现场直播。 主持人是迪士尼在好莱坞的三个老朋友,其中有后来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。 7周之内,有100万人参观了迪士尼乐园。 人们就像朝圣一样拥挤在通往乐园的道路上,都希望先赌为快。 比预计的人数超出一半,收入超出35%。 迪士尼乐园开业四年吸引了1500万名游客。 迪士尼开始着手建造第二座迪士尼乐园。 新乐园于1965年奠基,但迪士尼没有看到它建成的样子。 从迪士尼借钱创办欢笑卡通公司开始的39年间,迪士尼始终是在负债经营。 各种荣誉和奖项,像多雪片四本,落到迪士尼身上,总共有700多项。 1957年2月,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正式授予迪士尼里程碑奖。 这是电影制片人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。 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他致电祝贺。 1964年4月,灵灯约翰逊总统为表彰迪士尼毕生努力的成就, 在白宫授予他自由勋章。 这是美国公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。 他一个人获得了27项奥斯卡金像奖。 可能是奥斯卡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人。 迪士尼在好莱坞奋斗了30年。 凭自己的绘画,才能白手起家,成为世界娱乐代王。 1966年12月14日,沃尔特迪斯尼与世长死。